鼠蛇人,在做事情之前,需细心衡量自身的现况。 12月中旬,鼠蛇人的运势畅顺,事事顺心满足,大展拳脚的好机遇。 工作上有机遇,取得更大的开展和打破,可以测验多种办法和途径容易有意想不到的收成。 鼠蛇人头脑灵活,构思新颖,不管何事处理起来都手到擒来,好好掌握12月机遇吧。 财运进账颇丰,不管生意者仍是功心者,都有着付出一分收成三分的好运气。 不过鼠蛇人要聚精会神,切勿自命不凡。 幻想住一夜暴富的可能,鼠蛇人的财富需要贵人提携帮助,一旦运势起来了,那么赚钱的效率和财运就不言而喻了。 所以,11月下半年的财运,鼠蛇人即使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,也能够赚盆满钵满的。 12月中旬,鼠蛇人财运上面可以做些尝试,正偏财运都有一些机会,如果一些大的投资也可以适当考虑,但是要找自己熟悉的领域。 12月中旬,鼠蛇的人有华德福星直设,将获得很大的收获进度,非凡的生意,或业务订单愿景能够如期完成。 挣钱可说是轻轻松松,鼠蛇人记得你要始终如一地维持谦逊,对于发展趋势之途将更为畅顺。 尤其鼠蛇人中晚年都是好运气,是夜兴盛,此将获得贵人相助,在未来的生活里翻盘和挣钱是无法阻挡的,甚至可能突然之间发家致富。 12月中旬,鼠蛇人的运程游刃有余,鼠蛇人必须做许多的工作,可是在做事情以前,鼠蛇人必须细心衡量自身的现况。 在一些情况下,比如,他们通常不确定要干什么,他们必须累积自身的运势和人脉,那样才可以更顺利地达到销售业绩,使鼠蛇人可以更容易地在今年做到人生道路的巅峰。 鼠蛇人其实很聪慧,也很有情商,他们是明白顺势而为的道理的,另外,他们也有着宏大的理想,命理注定有才有福气,在获得好运的同时, 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聪慧的头脑在工作上得到提升,发展的趋势很不错,随后在工作上能够得到极大的成功,而鼠蛇人自己也能获得许多桃花运,好运连连,好事持续发生,让鼠蛇人天天快乐。 12月中旬,鼠蛇人有贵人指点迷津,帮他们做出决定,为他们解决一些难点,工作中也越来越顺意起来,少了一些工作压力,他们也可以有活力,学习培训一些新物品。 另外,鼠蛇人的财运也越来越旺盛起来,在考虑本身必须的另外,也可以存下一大笔钱,好运连连,财源广进,过上轻轻松松,惬意的生活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没有巷嵌,就不会相见,没有相见,就不会有任何的因果。 我们之所以能够相遇,就是因为我们有缘分。 所谓的缘分,就像是一个磁场,让磁场相近的人接触在一起,然后书写生命当中最为绚烂的史诗。 有禅师说过,人来到世上,有太多的牵挂,太多的因果,束缚了云云众生的一生。 我们能够遇到谁,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。 有些人想遇到文静理性的人,谁知道他在未来的时候遇到了热情且感性的人,这就是命运的惊喜。 我们能够做成什么事,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安排的。 有太多的努力,会功亏一篑。 有太多的无常,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这,就是命运的随机。 我们能够拥有什么样的人生,获取什么样的成就,这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。 要知道,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谁也影响不了结果。 人活一世,我们种下了什么因,自然就能得到什么果,就跟物理学里面的公式推导一般,严密且有逻辑。 其实,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都是上辈子欠下的因果。 所见所欲皆是缘分。 有人说过,前辈子上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 为什么我这一生会遇见你? 因为我在上一生已经跟你有过接触了,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情缘。 到最后,无论跋山涉水,都会相来相拥。 就拿结婚这件事来说,他本来是南方人,为什么他能够拥有北方的伴侣呢? 他本来是西部的人,为什么他能够与东部的爱人结婚呢? 一般来说,在茫茫人海中相遇,看得既是数理学上的概率,同时也看缘分。 缘分极强的双方,哪怕有一方在北半球,有一方在南半球,也能遇得上。 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。 缘分就像是月老的红线,牵着你的手,同时也牵着他的手。 这两人的距离,只会一直靠近,而不会一直远离。 就跟那些遇到真爱的人一样,他事前并不知道自己能够遇到真爱。 后来,他才发现,原来我们磕磕绊绊才来到了这里。 相信你所拥有的因果,相信你所拥有的缘分,这一切都是你命中注定好的。 你能赚多少钱,成就多大的事业,皆是因果。 古人有言,命中只有八斗米,走遍天下不满生。 你这一生,只能够赚到八斗米的钱,那你无论怎么折腾,都无法获取一斗米的财富。 这,看似是命运的不公,实际上却是每个人的命运的束缚。 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看股票市场的人们就知道了。 两兄弟都买了同一支股票,到最后,为什么大哥赚钱了,而二弟赔钱了? 都是投入差不多的双方,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? 这,就是我们常说的命。 有些人,走着走着就碰到了机会,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人生的跨越。 而有些人,走着走着就破产了,财富直接清零,最后一无所得。 像赚钱这种事,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,并不是看到别人能够轻易赚到,我们就能轻易赚到,那是不可能的。 有道是命理有时终须有,命理无时莫强求。 你是富贵命,或者劳碌命,命中早有安排。 只要我们继续奋斗下去,就能明白了。 活多久,有多长的寿命,都是因果。 有一个话题,人们特别忌讳,但终究无法逃避,那就是生死。 人世间,有生存,有死亡,那是谁都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。 但是,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害怕呢? 只能说,人都是贪心的,也是怕死的,都希望自己可以活得长寿一点。 因此,我们会特别忌讳,不敢说太多。 其实,说与不说,又有什么区别呢? 哪怕我们不说,这一切也都会发生。 掩耳盗铃,永远都是虚的,唯有接受现实,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在。 曾见过一些老年人,手上有点钱,但就是特别希望长寿。 因此,他们天天吃保健品,天天吃什么养生药物。 最后,身体的疾病更多,走得更快。 要知道,刻意去吃太多的化学药物,到头来,你将成为别人试验的小白鼠而已。 而还有一些人,根本不在乎什么生死,反正该吃吃,该睡睡,特别自然,所以他们活得特别长寿。 这,就是顺其自然的力量。 所谓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。 有很多事,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生命的长度,那也是命运的安排。 既然如此,我们只要淡然点,那就可以了。 人,接受不能接受的一切,才算真正活头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